字幕提供4國平定戰 這一集是四國平定戰 所以我們 剛剛研究的地圖 四國就是左下角的島 以防大家不知道 這場戰役 你說歷史上沒有 真的有 只不過 已經不是由信長去打 因為去到打這場戰役 信長都死了很久 一開始 就會在戰場 比較北邊的地方 這堆綠色兵 守住那個 據點 如果被攻破 即是被對方佔領的話 就 好像 會即時戰敗 所以這裡 就要有 有些小心 一開始 就只有這堆 武將 綠色兵可以頂一陣 至於左邊的橋 看看信長自己一個可以頂多久 即是信長可以頂多久 對方的 那中間呢 是會有編兵的 但是沒有那麼快 就是 打算頂得多久 即是衝過去 即是不要讓他們 那麼容易衝過去 可以 這一集我們就在第四十集 《星園信長傳》 《PlayStation版》 第四十集 四國平定戰 這個四國平定戰呢 當然是講四國 之前這麼多集 其實完全沒有講過四國有關 因為始終 在《星園信長傳》的故事裡面 其實就沒有直接攻略過這個四國 當然《星園信長》和《四國》之間是會有些關係 但不會在故事的主線裡面出現 所以到這裡才會發生《四國平定戰》 四國有去日本旅行的話 就會知道日本是其中一個島 《四國》裡面 在戰國時代 都有四個國 就是每一個國 類似一個省 就是類似的 那 就有四個 《珍奇》 《亞波》 《土佐》 和《伊餘》 就是四個 就是四個國 這四個國在信長出生之前 即是信長出生之前 即是信長出生之前 再推上幾十年 的永正十三年 其實呢 即是當時的形勢是怎樣呢 當中比較有實力的呢 其實就 不是《長宗和布加》 《長宗和布加》 只是非常之弱小的一個國人 即是 非常之弱小的一個勢力 當時實力最強的那幾個家呢 就包括三好家 因為當時 即是三好家後來 就打進去 即是 京都裡面 所以你都知道 他會是最厲害的那幾個 那幾個 最厲害的那些 看看 這個 但應該殺不到 對 就算 用上這個 呃 武之太刀應該也殺不到 除非他 砍三東西 因為這樣就會導致對方的騎兵部隊 就不斷過拳了 會是在 戰鬥開始的時候 最麻煩 也就是最危險的階段 被他們過了來的時候 再火攻 起碼燒死了一隻 不要太容易被騎兵 過了 再慢慢去攻略其他地方 OK 那麼 這個 當時 信長 出生之前 那 就實力 在四國 最有強大實力的 就是三好家 他佔領了阿波國 在四國 和讚奇國的東部 基本上都是他們的勢力 就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 河野家 比較大的河野家 就是伊宇的中部 另外還有一個 很強大的 就是 比較強大的勢力 就是一條家 一條家 就是 佔了土座的西部 和土座部份的中部 加起來 大概佔領土地 就是土座國的一半 而 長宗我暴家 在這 堆人 其實只不過是 一些地方的 勢力 其中一個 他能夠佔到的地方 也是很少 長宗我暴家 就是 佔領土座國 東部 一些的地區 就是 小部分的地區 而且他周圍 是有很多其他同等 或者 不是相差很遠的 實力 不是相差很遠的 其他的 領土座 所以 這個 長宗我暴家 一開始 在四國入鏈 就 那個 勢力其實就很弱了 好 哎呀 死了 始終都是 即是綠色那些 雖然是 我控制不到 好危險 被射多箭 玩完 好 好 因為其他小宗 都無法到那邊 那些小宗 就只剩下 炮兵 沒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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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折 一開始 長宗我暴家 就 和 本山家 即是他附近的 叫 好山 長宗我暴家 和本山家 大家的鬥爭 完全可以演繹到 什麼叫 君子報仇 十年來晚 因為他不是十年 是更長的時間 話說 在永正六年 即是在一五零九年公園 公園一五零九年的時候 本山家等等的領主 就和長宗我暴家開戰 長宗我暴家 到最後 就被打敗了 他們當時的 家 即是那個 當家 長宗我暴兼罪 就戰死 直到長宗我暴家 連主城 江峰城 都已經被搶奏 都是被本山家 這些領主 佔領了 那麼 長宗我暴家 那些家臣 就很努力去頂住 令到他們的 這個兼罪的位置 這個 這個 長宗我暴國親 就可以 就走得甩 走得甩 走得甩都是 就是 就是 勢力都很差 都很差 所以只能夠 去找些人 投靠 就投靠了這個 一條家 向西邊走 就投靠了 剛才提及過 幾個勢力 其中一個 一條家 其實 有大有來頭 因為他們其實是 京都的貴族 只不過因為 長年戰亂的關係 他們有部份的人 就去了四國的莊園 那裏 直接去管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因為 戰亂的關係 整一下整一下 就被當地的領主 吞賣 也不奇怪 這裡就繼續去掃他們 盡量去掃他們的勢力 應該都頂得到 因為只剩下四支部隊 我其他 特別在右手邊的部隊 都陸續開始登陸 應該頂得到 好了 講回長宗惡布家 這邊 長宗惡布國親 一個位子 其實很小 一直投靠了 京都的貴族 一條家 去到 君子報仇十年未玩 長宗惡布家 用了十年時間 才等到 長宗惡布國親 成年 即是 人家 報仇是用十年去報 他不是 他用十年時間 是為了要等 報仇的其中一個主角 去成年 1520年 長宗惡布國親 成年 當時一條家 向本山家 建議 讓國親 回到江峰城 因為 國親 本身就是長宗惡布家 你當然會怕 他回到江峰城 會不會報復 所以 大家 化乾哥為玉伯 化乾哥為恩親 長宗惡布國親 娶本山家的女兒 大家是親家 可以從此和平共處 一條家本身的勢力很大 即是 本山家的勢力相對佔了 有半個土助國的一條家 其實就相對弱一點 所以本山家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都答應這個一條家 免得罪這麼大的勢力 而 長宗惡布國親 藉著這個機會回到江峰城 然後 藉著一條家在背後撐腰 即是藉著一條家的影響力 即是一條家能夠 兇得罪這個本山家 給你回到城 自然 一條家的影響力也會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藉著一條家的影響力 這個長宗惡布國親 亦都是向外慢慢去擴張 好了 這裡 打到前線的士兵 不足夠 即是數量跌到一定程度 那 那 那 長宗惡布原親 就會向後退 那 如果你真的厲害到 可以在他向後退的期間 可以折擊到他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 但是呢 都不容易的 所以這場戰 也還有很久 好 接著 這個 長宗惡布國親 他是不是因為 跟本山家的女兒結婚 他就忘記了 即是自己那家是怎樣死 即是自己老爸是怎樣死的 那當然不會 那 但是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所以 忍住首先 就不是自己的勢力擴張了少少 就馬上報仇 是真的要等時機 在等時機的同時 亦都是想這個本山家 就再放鬆一點 所以 跟著他所做的事 即是連他自己的女兒 都嫁給本山家 再嫁多次給本山家 你去麻痺這個本山 你去麻痺這個本山家 就避免大家 在太早的時期 就發生衝突 慢慢再去等機會 等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本山家家主 本山清茂 等到他死 他死了之後 就是他的兒子去繼位 但是他的兒子很小 這些也是 很多時候都是 你一些的 你一些的 即是繼位人 如果太年輕 就覺得他沒有能力 沒有經驗 沒有威信 所以 那些人就會不服 那一不服 就很容易發生內亂 發生內亂 或者士氣值會降低 之類之類的 那些人 時機成熟 才開始 打本山家 才開始 對本山家 中間 大家都知道 等了很多年 所以 等著等著 連長中外部國親 都等到死 打贏 那些人 只能夠 又將個位 又將個位 傳給長中外部元親 由長中外部元親 繼承了當家 做家主 繼續向本山家進行侵略 去到156年 才令本山家 才令本山家 向長中外部元親 投降 才叫他報仇 那 在1509年 即是 打輸了 給本山家 連主城都被人拿 搞到要走佬 走去一條家 用了 即是 在1509年 他去到報仇的時候 又是 報仇完成那一刻 是1568 即是 軍子報仇 不是十年未晚 他是六十年未晚 因為他用了五十九年的時間 才報仇 所以 這個長中外部家 都非常之 非常之 即是中間等了多久 等了多久才報仇 即是他等人 咦 人家的家主 本山清茂 都 頗得人心 咦 好 等他死了先 好 佔領牛奇城 繼續就要追著 這個 長中外部元親 這場 要打到 長中外部元親 是 撤退 才叫他贏 而且 你一路打的時候 其實敵軍 是不停 都有補給的 即是 你打極他們 兵員 都不會消失 你死多少 就會補充 經過五十九年的時間 長中外部家 終於報到仇 當然 不會報仇之後 大仇得報 以後 就 沒事發生了 不會 當然 會繼續擴張他的勢力 在1568年 消滅了本山家之後 繼續向東發展 因為 他在土座 在土座 即是 中間偏東的地方 他向西面 便會有一條家 大家便會有衝突 你想想 對付本山家 都 慢慢等 等到很有機會 才出手 一條家比他更加強 他更加不會在太早的時候 便會挑一條家 所以 他們向東發展 打安危家 在土座的東部 統一 他們的勢力才能跟一條家 是可以分庭抗牌的差不多 去到這裏 即是 1568年 1570年 即是 統合奸 那一期 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他連一個國 即是 我們的理解 好像一個省一樣 一個國 都未來 佔領余 都未佔領余 都未佔領余 半個 只半個 半個土座 自然他就會 侯住 另外一半 又是等 又是等時機 那又不用等很久 在他們 佔領土座東部 一條家 自己便發生內行 當家 一條兼定 跟他的眾神 有爭吵 不和 還有 周圍的領主等等 其實 對這條兼定 本身 都不太滿意 因為之前 本身一條兼定 試過打仗 就 慘敗 那些人覺得 你打仗廢 又如何保護我們呢 所以本身 就已經有點不服 有點不喜歡 再加上他和眾神不和 結果那些眾神 家神 那些 就 引入 這個 場中我報 趕走 一條兼定 趕走 之後 就找一條兼定 兒子 一條 內政 做一條家 當家 一條兼定 就走路 好了 被人放逐 就走去九州 因為 其實四國 當時有不同的勢力 即他背後 自己本身有一個強大勢力 好像三豪家那樣 有些 就是要 投靠 即他後面 其實都 有 關西 或者 九州 那方面 那些 強豪 來支持他 一條兼定 就走去九州 的大友家 那邊 大友家 其實 之後 大友家 是支援過 一條兼定 去反攻 這個 場中我報 但是 一條兼定 實在太廢了 也 不得人心 等等 所以 又打輸了 給這個 場中我報 之後 就無法再起了 好 好 好 你看到現在呢 嘩 嘩 很失敗 你現在看到我們呢 就 開始就 向 一條兵 兵分兩路 大概是 就向著 這個 左下角 攻過去 但是 其實 戰役只不過是 開始了 三分一左右 因為 最麻煩的地方 在於 他們 這堆 是 無限復活的 他們的部隊 是無限復活的 所以就變成 全部難行 即是 你殺了 你這裡殺了 兩支部隊 他過兩個回合又出回來 那麼 他會頂住 那些位置 而且 你也不敢冒進 好 這個 這個 狗母親信 狗母親信 都是幫 這個 場中我報家 如果沒有記錯 打以 伊羽國的時候 其實都 立了不少功能 狗母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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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一支部隊 應該是 一支部隊 立了需要 那些 對 所以 我 走 那 就 場中我報軍 去 進攻 到 他行動的時候 我繼續去 說 當他統一了 土座國 當他 吞在 一條家的領地 但是,都要找靠山 你想一下,他一條家,一條堅定的靠山 他後面有靠山,就是大有家 其實在四方面其他家,例如河野家 他有事的時候都會找這個毛利家幫忙 所以大家都要找靠山 他就想到,他的妻子就是這個齋藤利三 大家都很耳熟能長 齋藤利三就是明智光獸 所以,自然可以透過齋藤利三和明智光獸的線 所以,他的關係就和信長搭上 當時,信長為了打擊這個 信長是在信長包圍網裡面 其中一個勢力就自然是三和家 三和家當時仍然是佔據著相當多的地方 好幸好,起碼放得中箭 再滅多一支部隊 雖然他會不斷填,但最低限度在後面 填完之後再走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向前走 所以,長中我部元親透過明智光獸 所以,齋藤利三這一邊 就和信長搭上線 就是在1575年的時候 建立了這個外交關係 信長的盤算當然就是 我反正都要對付三和家 但我又過不到四國 但你長中我部這一邊 本身就在四國 就可以搞三和家後面 這裏就 敵人世大 我們暫時一時退卻 去補一補級 補完再打 補完再向前衝完去打 既然就得到信長的支援 亦都不用再害怕 幸好前衝避到 射回他 更加可以向四國的其他地方 去進行這個侵攻 所以,之後 長中我部原親 就向四國的其他地方 就不斷征土 你看到有緩兵的出現 經過了幾年的征土 其實就已經可以在三和家手上 拿了阿波國 整個阿波國 拿回來 也拿了一部分的讚奇國 另外,在河野家 剛才提及過 河野家就佔著伊瑜 就是伊瑜國 或者伊瑜 不懂 因為兩個音都可以 這個河野家 有毛利家在後面撐腰 所以要很快地 令到他們崩潰 令到伊瑜國 這個河野家崩潰 在短期內是很難發生的事 他在山上 下石可以嗎? 下石就不夠了 太麻煩了 這個河野家 先攻一下 但他就是攻到一支部隊 然後 到一個很轉折的位置 信長經過多年的徵戰,終於打扁了本願寺 本願寺願意與信長談和 當信長和本願寺談和 自然也代表信長包圍網的終結 在這個情況下,就會有連鎖效應 首先,有部份管願寺之下的部隊 他們去了四國幫助三號街 畢竟大家都是一個順利包圍網之人 炸了兩個 起碼炸死多兩件 不過他們就無限增援了 我們就 即是我們就 被人打走一隻就真的少一隻 那些本願寺的人 就去了四國幫助三號街 因為都能打贏 即是長中外部都能打贏 但是另一個變故 另一個比較麻煩就是 然後到最後 當大家談和的時候 輪到三號街 有救面皮口 輪到三號街 去找信長 要求信長幫忙 信長當然也看到 而你這邊 長中外部家 似乎四國的勢力 似乎很大 可能也要反制一下 不要讓你這麼強 有太強的勢力 我就很難去統一天下 去討伐你們 所以對於這場 中外部的擴張 就直言加到那時候 就開始犯罪 當三號看場 就回到 跟信長去 求助的時候 信長自然 希望 可以收手 另外 亦都跟他們提 這個 即是 跟長中外部原親 說 依於國 和讚奇國 你是不是可以 擁有呢 遲些再談 阿波南部 和土佐可以給你 但是 長中外部原親 在收到 信長這個信息之後 其實就很生氣 你發現了這麼快 有五千元 買一下東西也好 那場中外部其實就很生氣 好 下雨又加上 即是 山紅步法 用一條 計仔 已經搞定 兩部 極軍 那為何長中外部原親 很生氣呢 因為其實 當年 大家 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 就是 長中外部原親 就生了兒子的時候 就要求 要求 即是信長 就刺名 刺名 刺名 即是 叫什麼名字 幫手改名 或者是 我可不可以用某個字 那些 即是 用你的名字 或者用某個字 在那個名字 這樣 有時候 是要別人給你 即是 有時候 是要別人給你用的 所以 其實當年 曾經試過 希望信長 刺名 這樣 那時候 其實信長 是 許樂過 這個長中外部 就叫做 四國任憑佔有 即是說 四國 你有本事 你拿到多少 地就拿多少 你喜歡佔了整個 四國都沒有問題 任理 那時候 信長 當然可以跨海口 因為第一 要有人對付三普家 差很遠 差很遠 即是距離搞定 距離搞定 距離差很遠 一來 當時 因為 有排 即是 有排 才打得 整個四國 而 信長 那時候 勢力也不會 新到四國 所以 自然 就沒有什麼 所謂 但沒有想過 原來 在很短的年 即是你報仇報了60年 但你霸了大半個四國 你又不用60年 即是你十幾二十年 就能做到 所以自然就有所忌彈 所以 其實信長 是幫助三普家 去牽制 這個長中我普家 從長中我普家的角度來講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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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長 走我 你答應了四國 我怎麼去佔領都可以 現在 現在 你跟我說 土佐可以給你 給什麼 我 土佐我 霸了 阿波南 可以給你 什麼叫阿波南 可以給 整個阿波 霸了 你說阿波南 可以給我 那我就要 阿波南 可以給你 那阿波 又怎樣 那我就要 給你 那所以 那一場中 我沒有元親 你還會漏 我憑實力 打了這麼多地 讚旗 我就佔了大部分 即是三好家的殘餘勢力 就只佔了 只能夠 就是 久言殘喘 在讚旗 過了頭的地方 那 EU那邊 就難打一點 但都已經拿了 他的東部 那你跟我說 暫且保留 什麼暫且保留 我全部用了實力 打了回來 他現在這個意思 就是要我偶突 那自然就不理 這項信長 那繼續 向三好家 那些 發動轉攻 那 當然 轉頭信長 也很生氣 雖然他走數 但是走數 即是走數還走數 就是 我 我可以走數 但是你不可以 我可以走數 但是你不可以不聽我說 大家都很清楚 即是 這個時代大家都看了很多的事情 我擺明我走你數 我答應了的事情 我不會做 但是你要繼續聽我說 就算我多黑人爭 你也要繼續聽我說 如果不是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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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就拍 即是 信長這邊的情況 都是一樣 我是走 我是走 你場中我部家屬 但是你不聽我說 就影響我這個 天下暴霧的計劃 所以 就已經準備 去打這個 準備 到海 就走去打一個 我 誰知道 未有機會 即是 未有機會 去打這個 場中我部 信長自己 就死了 因為本能 是自兵 所以信長自己 受不了 死了 你看到 現在 場中我部 基本上 已經佔了一個城 就不動了 然後 他周圍那些士兵 你打到他撤退 即是 你又不能 不打到他撤退 但是你打到他撤退 他下 即是 加這兩個回合 他又會出來 所以其實現在 就要好看 這個 呃 即是 阿 雨柴獸吉 究竟要 幾長的時間 才可以殺到 他們的 所以 這隻場中我部 就 亦都趁信長死了 他原本打算派過來的士兵 就自然 就不會再派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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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 久言殘喘 即是 有一段時間 又不叫久言殘喘 有一段時間 可以被 場中我部家 來爭取 就盡量擴張他的勢力 但其實 在那段時間 其實 其實 都 不是很擴張到 即是 我 真的 搞定了 三隊 蒲生 是 還有 旋風斬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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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四處吃 那 搞定 這樣 可以 向前進 向前進幾步 兩三步 好 好 我逼了 等下一個回合到我們行動的時候 我們繼續講下去 第14個回合 敵人增援部隊出現 第14個回合 在本能智之變 信長被消滅 去到乳柴獸吉 可以真真正正繼承到職團信長的位置 以及位置 那段時間內還有幾年 幾年內發生了不同的事 我看一些參考書 我現在跟你講的 全部都是在書中找出來的 基本上都是在書中說什麼 我就會講什麼 不過看多幾本書 就多一點說 去到《本能智之變》之後 我其中一本參考書就講 這個長宗那部原親 就開始不停做錯決定 不停做錯決定的意思就是 他們之後每一次都押錯 例如在《戰樂之戰》裡面 場中我的原親 是支持《柴田聖家》那邊 小木長狗手之戰 那時候 小木長狗手之戰 我要過兩集 才會再跟大家講 是什麼 小木長狗手之戰 那裡 他站在德川家巷那邊 即是和《獸吉》 就打對堂 所以呢 經過不同的事件之後 他和這個《獸吉》 都是 即是他都是和《獸吉》的敵人合作 所以自然呢 就走不掉 所以《獸吉》就會好像 現在這樣 就和毛利家的軍隊 即是你看到綠色那些 是毛利家的軍隊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就是 小祖川龍景 吉川園牆 等等 再加上《風水海》這類的 忍者部隊 就可以 加快 加快 在山上推進 就可以由 北面 入侵 你看到這些 都是毛利家那邊的士兵 就是 反映 虛刀 雖然沒有那順像 但是 《獸吉》和 這個《獸吉》 在1585年 終於 走出手來 就向這個 《獸吉》 《獸吉》 去報復 你每次都站在我對面 來搞我 好 現在我終於有空了 我快要搞你 那 其實是不是真的壓錯了呢 這個我就覺得 一半一半 因為 我那本參考書 其中一本參考書 他就說 我可能他看不到這個 雨柴修吉 就是下一個天下人 我覺得 反而是看到他是下一個天下人 所以更加需要小心 所以更加不可以 讓他 上到位 因為 因為 在本州那邊 越亂 本州那邊 越亂 其實對他四國這邊 是越好 所以我的想法 就剛好相反 有可能是倒轉 就是看到他 就是看到他是下一個天下人 所以希望他在一個 即是 萌芽期間 已經收拾了 已經是 幫其他人 收拾了他 令到本州那邊 繼續混亂 他才有時間 有空間 再在四國那裡 去擴張他自己的勢 但是 大結果 即是那幾次都做不到 去到1585年的時候 雨柴秀吉和毛利家 終於組成 有空間 組成聯軍 就向四國進攻 那麼 長中我部 家的軍隊 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擋 因為敵軍的勢 太強大了 所以 即是打了 十幾二十年 打回來的 衣衣的部分 讚旗 阿波 那些地方 都紛紛秒秒地 喪失在 獸吉他們的手上 所以 到最後 這個 長中我部 家 都是 有條件投降 有條件投降 就是 保留 土助一國為 條件 就向獸吉 投降 在投降之後 就自然 就是獸吉的神下 另外 就是 也有抓數 獸吉 這次有抓數 那 就 都被他 繼續統領 土助一國 那 到最後 的時間 就是 土助一國 都是 長中我部家 的 所有 搞定 致命一擊就對了 搞定 軍師 不然我怕軍師 不知道對我用什麼 好了 長中我部家的興起 以及 首先 總結 第一 就是 他顯出什麼叫軍子報仇 十年未晚 因為 他用了六十年去報仇 第二 就是 跟著他起得很快 但是 用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幾乎統一了四國大部分地區 幾乎統一了四國大部分地區 但是到最後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 又沒有了 所以 就是 擁有四國的一切 就是 仿余這個 鏡花水 很快 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 這個也是 一個 亂世的時候 會 大家 會 聽到的 那 場仗呢 現在就打到 去 都 中後段 就是 要向著 那條橋 進壁 過了 那些 炮 弓 槍 鐵炮兵 那些 過了 才叫做 才叫做 贏 才可以 打到對方撤退 又避開 那些 我們繼續看看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看 要用多少時間 但是可以迫 後面這堆 綠色的部隊 就是電腦控制 但是 你看到 他們沒有忍者的部隊 很多時候 那些馬 他們要在山上走 每個回合 走得一格至兩格 有排都未到 所以 要看看 阿秀吉等等 那些 還有忍者 這裡 殺得來 都蠻粉 因為 他 可能要用兩三個回合 才能殺 可能兩三個回合 就能殺 然後 他的部隊 又走 只能夠 希望 在這裡 盡快 開到這條路 就能送到部隊 進去 對他們兩人 又或者是 留意著陣型 別人的緩兵 一度 去我們攻擊兩者 就已經殺到我們的人 這裡 記住 你用特技去做的攻擊 是附帶必中功能的 好功 則未必會有必中 好功 再leb 好功 就未必中 會 好功 好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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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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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毛利都韓服了主公,各樣兩個國 西國沒有背叛者,只剩下上參景勝 還有北條家 上參加歸航,只剩下北條家 這衰順獎 所以,集結兵力就和信長決戰 集結兵力就和信長決戰 所以,信長收到這個消息 不用說,自然會派兵和北條家決一死戰 所以,下一集會在關東平定戰 關東平定戰是信長遊戲中的其中一條線 是其中一條線的最終關 即是北條家是回到BOSS 不僅只有這條線 有另一條線 所以,下一集大家會看到爆擊畫面 要不就是我剪掉爆擊畫面 如果不剪掉爆擊畫面 大家看完爆擊畫面 不要以為信長轉完 我們信長轉到最後是44集 今集是第40集 下一集關東平定戰是第41集 然後走另一條路線去爆擊 又要打多幾集 所以總共會有44集 今集就到此為止 下一集關東平定戰再見 再見 再見 noi 再見 我想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